哈囉各位 我是高雅一日 特戰豪7.08版本更新報帶給各位 包含新組合法 菸角改動 以及各位最期待的新特務線索等等 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下課章節釋出 因為官方這幾天開始丟預告片 就連長相也流出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首先 全新組合法 獵戶之心 靈感來自日本科幻題材鋼彈系列 像是機器人動畫那樣 把特戰槍子給卡通化 就好像隨時會變形一樣 配色方面也幾乎100%相似 武器 狂飾 幻象 暴徒 奧丁 以及小刀 沒有任何幻彩特效 整包價格預估5100特務幣 擋把槍1275-2550 推出日期10月19凌晨5點左右 整體外觀 如果你是鋼彈愛好者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乖哥曾經有看過一下下卡通 但不是很熟 不過單看特戰槍子設計 確實還蠻細心的 有那個味道在 只可惜沒有特效 所以基本不考慮 同樣下方留言 全包加1 但買槍加2 但買到加3 不買就 實戰煙霧改動 三隻控藏者 雅心卓 不死東 歐門 現在他們的煙霧在消失前1.5秒 會有特效和音樂提示 就像畫面這樣 對 每個人都會有喔 不管是敵人還是隊友 可以非常清楚知道煙霧即將消失 想先問問你對於這樣的改動有什麼想法 我前幾天實況有稍微提 其他論壇也有放一下留言區 都是請成兩面評論 第一面 好的 公平改動 煙霧消失前會有提示 代表雙方都可以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畢竟一顆煙下來 最能清楚消失時間的 往往只有瞎煙的那個人 不用擔心被時間差 對相下來更加公平 而且對於不熟悉煙角 或者新手玩家來說 可以更好上手 第二面 壞的 降低技能上限 遊戲變簡單了 一顆煙霧的時間本來就該計算好 你不是瞎煙的那個人 應該叫隊友提醒才對 而且有時候透過煙散的幾秒鐘 打個出其不易也是戰術啊 兩面看法都支持 沒有誰對誰錯 不過 我可以分享一個數據 截至2023年9月份 上個月而已 大多數玩家的牌位 還輸入在銅牌到金牌 不用看到神話 其實鑽石到超煩那邊 只剩1%左右 可想而知 簡單上手的改動 不叫能抓住多數玩家的心 我想這也是Rioter考慮到的 但導致技能上限降低也是事實 不只這次的煙霧 部分特務曾經也被動刀過 如果未來完完全全往簡單上手去想 真的是值得的嗎? 不清楚沒有答案 不過以Rioter遊戲裡的經驗來說 應該會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英雄聯盟可以試個例子 裝備聲音改動 改版前 某些特務在裝備技能時 附近隊友會聽到聲音 但裝備槍支時卻聽不到 就會導致聽感不一致 怪怪的 甚至擔心敵人聽不聽得見 改版後隊友兩種聲音都聽不見了 裝備技能 裝備槍支都是一樣的規則 也可以放心 裝備階段敵人其實都聽不見 BUG修正 辛苦各位了 這陣子的吉他音效真的很造 讓我覺得每把槍都像是原版造型 改版後已經修正 各位可以測試看看 還是說已經習慣了 地羅 大招改版後 捷徑之地 沒辦法在傳透傳送門打開自動門 以及熱帶熱源的滑道也無法打開 新特務線索 之前得知 新特務為決鬥者 可能來自中國 代號建築師 配上卡面的話 最多人猜是傳送 或者穿透牆壁的技能 接著官方透露 如果你瞄準夠好 基本就能大開殺戒 所以再猜可能類似於雷娜 OK 我們帶入全新線索 記住都還是預測 來自中國的機率再提升 更期待他跟聖騎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在遊戲裡 會不會用中文互相溝通 特務名為ISO 接著附上圖片 唉唷 男角 不得不說 有點忍者的味道 身後則是上次更新提到的黑洞效果 再來給各位看看技能圖示 其中兩個我猜是盾牌盒傳送 另外兩個有點猜不出來 而且很像 就留給觀眾們猜一下 最後是這幾天的預告片 總共有三部 第一部 子彈穿過標靶 而且快速又精準 剛剛好直接射擊在中間的位置 桌上翻一把手槍 背後牆壁則是有兩個中文字 根據子彈來看 穿過吧 是不是能更確定穿透牆壁這招 而這個準確度 該不會有AI輔助瞄準吧 還是說蒂羅大招全部的那類的槍枝 最後牆壁上的中文字 應該能更確定是中國人了 再來第二個預告片 盛琪拿著手機 看著剛剛的動畫 同樣身為中國人 背後一定有故事 接著下面的訊息 蕾娜說 他不錯 但我的目標變了 霓虹 嗯 他沒有失誤 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射擊很準 沒有砲槍的意思 接著說 菲尼克斯會討厭這個 最後 射服 你不覺得這個很有用嗎 最讓人懷疑的是 客製菲尼克斯和射服搭配 我來個腦補 穿透菲尼克斯大招 知道大招返回了準確位置 射服大招偵查後 他可以直接穿透 第三部一告片 換蕾娜看著手機 菲尼克斯 該死的 他沒事了 該找其他東西了 瑞茲 這個 接著PO出一碗像是酸辣粉的圖片 同樣來自中國的小吃 最後菲尼克斯說 好吧 如果他帶一碗來 他就可以加入 這部線索應該是圍繞在中國人這邊 還是說 這隻角色吃東西會變假 三部一告片簡單分析給各位 如果是真的 那男角艾收也會經常提到 然後中國退伍應該能更確定 不過這次圖片和資訊比想像中早釋出 留言非常歡迎 分享你所有的看法 錦標賽更新 季後賽的部分 列隊時間從1小時改為15分鐘 這段期間沒有保持列隊 將以契權回報 15分鐘結束後 所有隊伍將依據分數 一次性的按照總值排序 平均分配到不同組別 這槍改動最主要目的就是確保成績較好 換句話說 較強的隊伍都可以在前段更高的總值排序 總之就是讓整體實力更加平均 收藏庫更新 點進收藏庫後 點選玩家卡面 終於可以跟塗鴉一樣打字搜尋了 中間上方有等級事況能做選擇 整體介面變得更加完善 最後能算是特戰新聞配上更新 Routes旗下所有遊戲 將在2023年11月20日 同一合併為Routes ID 不管你今天是14年老玩家 還是14分鐘前剛創的帳號 今天打囉 明天打特戰 都會同一名字 這個名字可以到後台裡 跟我做 打開用戶端 接著按設定 選帳號資訊 網頁打開它會叫你登入 進來後 第一個就是你的Routes ID 接著改名的部分 曾經是一個月免費更改一次 之後改成一年免費更改一次 如果想要馬上改 就必須付費10美金 300台幣左右 同樣都在剛剛的頁面執行 不過記住現在你還有一次免費改名的機會 一直到11月20日 如果改掉了基本就要直接付費了 那這段期間到11月20日 付費僅限聯盟幣 就是英雄聯盟裡的點數 後面才會更新 像特務幣也可以使用這樣 這項改動這時候就是要讓玩家們更好認人 有時候一堆人改名都不知道誰是誰 雖然是有標註能用 但有些人不是好友 單純路人常遇到 可能這個不上上次決鬥者媽戳我 下次遇到他我覺得要戳回去 結果他改名找不到了 完蛋 你就要白白被戳一次 以上7.08更新爆 最近的改版資訊還算豐富 而最期待的還是新特務的出現 也算是今年最後一個重大改版了 來回顧一下 今年新特務 蓋克 蒂羅 新地圖 蓮華古城 日落之城 以及團隊死鬥模式 根據這些重大改版 你最喜歡哪一個 如果都沒有 沒關係也歡迎分享 2023年特戰一號帶給你什麼 我蠻喜歡團隊死鬥的 平常熱箱多了一個選擇 整個感受差蠻多 還有今年第一次出國 因為特戰一號到日本 也是第一次到現下參觀比賽現場 當然最重要的 各種粉絲活動 讓我遇見了你們 真的經歷很多 想都沒想過的事情 我會再嘗試再努力 真的謝謝你們 回到遊戲 2023年的特戰也成長不少 尤其曝光很多 讓更多人知道 特戰這款遊戲 繼續努力下去 相信特戰會越來越好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乎乎乎乎 別忘記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